好,非常謝謝這個IBSCO台灣的贊助跟規劃 很榮幸今天可以在這個第二場的演講 就是介紹我們基隆長根醫院非常優秀的 即將變成組織醫師的李修維醫師 來跟大家分享他是如何利用Dynamab 然後協助他的研究可以順利的完成 那因為我已經看過修維醫師的這個slide是非常的 大家一定會學到很多很經驗這樣 所以我就廢話不多說 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修維醫師 他是長根醫學系畢業的 然後之後就在我們基隆長根醫院一路的training到現在 那他是他之後在今年的9月份即將升任為我們本院的GI的組織醫師 那他在這個去年就是有發表了一篇論文在Critical Care 那是他的專科領域的題目是Cube Pancreatitis 所以等一下他就會跟大家說明他是如何利用Dynamab 然後來協助他發表這樣子的一個論文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李醫師 謝謝 謝謝主任 大家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可以 好 那謝謝Dynamab的邀請以及少時的主任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邊分享我是如果使用Dynamab寫論文的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市場講座 就只有我們這一場是有一個座長然後跟一個speaker 我作長不是通常應該是要是最強的 不是他應該要自己下來講嗎 他是不是想要偷懶 那其實不是喔 就是介紹一下主任 主任說他自述說他在2019年開始 這四年內總共寫了69篇paper 平均以一年17篇一個月1.5篇的速度 在量產論文 所以我們要他回想起他寫出第一篇論文的感動呢 可能有點太為難他了 所以就派我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那他前天還有特地敲我 就說你那個PPT要不要改一下 我現在不是68我是69 昨天又被accept一篇 我就說嗯好啊OK啊 但我心裡想說68跟69是有差 都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是對我們新手來說 0跟1可能就差很多 就有關於你有沒有辦法就是自己 努力的寫出一篇屬於你的paper 以及有沒有辦法在時間內完成深等的要求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的實證經歷 是在去年10月才參加我們醫院辦的實證工作坊 所以相信可能有部分的聽眾 可能甚至實證經歷還比我長 所以如果待會我的分享是對你們有幫助的話呢 相信大家一定能都能夠寫出屬於自己的paper 好那我非常推薦大家寫這個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這一種種類的文章 他對新手非常友善有幾點 第一個是他不需要申請IRB 因為我們收錄的這些paper 他本身就是已經有IRB了 我們只是把它拿來再度的分析 那這樣就省去不少時間 第二個是他不需要經費 像我們這種人為嚴親的 當然你要跟醫院申請經費醫院可能還不見得給你 然後你要找秘書小幫手來幫你收data可能也會有困難 基本上都是自己獨立完成 但是呢寫這種類型的文章是不需要經費的 第三個是寫的時間很快 像我這篇paper總共大概花了三個月 但是據我所知就是台灣海峽對岸的那個國家 他們好像快的話可能可以幾天內就可以完成一篇Systematic Review 所以對新手來說算是門檻非常的低的 不過這邊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是所有的期刊都認定Systemic Review 它是一種Original Article 因為通常我們在深等的要求上 有些都是要求要是原著作 它可能把它歸類為Review Article 那這個在投稿的時候就要稍微注意下面的 自己好不容易想出一個好題目 寫出一個好期刊結果投錯 那這樣就不算在深等的要求裡面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也是有機會寫出高分期刊 以我這一篇即興隱障眼 後來很榮幸可以投在Critical Care 在去年的Imperfect還有19分 好那接下來我會 以我這一篇文章來分享給大家說 我是如何寫出這一篇論文的 那大致上我會把它分成五個步驟 那其中論文寫作 反而是最簡單的其中一個步驟而已 那題目發想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精髓 所以這一步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這五個步驟 每個步驟都需要用到Dynamic的幫忙 並且第一個步驟我們需要用到 竹魯法則的策略 來去幫助我們思考題目 所以什麼叫做竹魯法則呢 那我先分享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 英國在19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號稱日不落帝國 但是呢 他有一次要去征服非洲的某個部落的時候 卻意外打了敗仗 而那個部落他有的武器 只有一些槍跟矛這種冷兵器 那那個部落叫做竹魯族 第二個故事同樣也是竹魯族 竹魯族是一個在太平洋中間的一個 食人族小島 那他們隨著跟文明世界接觸的頻繁之後呢 他們就改掉了吃人的習俗 所以就有一些勇敢的植物學家 他們就挺進這個小島 然後發現了很多特有種 那第一個故事要告訴我們是 就是只要你在特定的領域 達到一定的成就一定的高度 你就是那個領域的專家 那我覺得這個年代其實大家 某種程度上都是竹魯族 像我就是腸胃科的竹魯族 那可能聽眾裡面有一些是 護理師的竹魯族 或是藥師的竹魯族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年代 光光當一個竹魯族 還是不是很夠的 像我們科內可能還有 其他的竹魯族的長老 或是來自美國的竹魯族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竹魯法則 再發揮到更極致 就是我們要學像這個植物學家 他在一個 他在他的領域當中 在挑一個相對冷門 或者是說 擁有比較多的條件限制的地方 去發揮他的專長 然後去深入研究 那用這種方式 他可以相對的 隔絕開潛在的一些競爭者 那你就可以成為這方面領域的專家 他的門檻就相對比較低 那實際上要怎麼運用這個策略呢 那我先來說 我是怎麼想到我這個 paper的題目 那其實我這題目呢 它是在比較說 在急性移障眼的時候呢 使用積極給水的策略 跟使用相對保守的給水策略 哪一個會對病人的癒後比較有幫助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實習的時候 我就發現很奇怪 因為我有一次 我就輪訓到腸胃科 然後就接了一個 急性移障眼的病人 然後我就書 我就邊翻書邊看嘛 然後書上就像這樣子 他就提供了一些 肝癌的建議 像這個第二條 他也是我們其中一個肝癌 他所提供的建議 他說建議呢 急性移障眼在前12到24小時的時候 建議每 要給到大概250到500cc的水分 他這是continue run 不是我們平常病人 shock的時候在challenge 我想說 喔 好 OK 有書 當作我的墊背 然後我就開IVF normal saline 500cc per hour 然後就按enter存檔 然後很自信的走回值班師 要睡覺 然後過了兩分鐘之後呢 護理師就打來 就說 欸 欸 intern醫師 你要run IVF500喔 你要確定耶 我就說 對啊 怎麼是你醫生還是我醫生 喔沒有 我記錯了 我是說 欸學姐怎麼了嗎 我是照書上開的耶 這樣不行嗎 然後學姐就說 當然不行啊 你的學長姐們 都開120到150 就很多啦 哪有人在開540cc continue run 而且你這樣開我IVset 也沒有辦法調500啊 我就說喔 對喔 有道理耶 那不然我們改120好了 然後學姐就說OK 然後我也就說OK 好 然後這件事情就這樣子告一段落 可是就很奇怪啊 就很矛盾 那到底是剛才寫錯 還是我們臨床醫師不乖 都不知道剛才做事情 但是因為下個月我就輪訓到別科 然後就沒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但是很不幸的後來走了那一科 然後更不幸的是後來又選擇了腸胃科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沒有辦法逃避的問題 那我就問我們科內的老師嘛 就說老師這水真的是這樣run喔 老師就說 當然不是啊 你是想要把病人灌爆是不是 你這樣病人可能會死得更快 我就喔 是這樣子喔 對 那仔細想想好像也有道理啦 大家想想看就是 如果你每個小時灌500cc 等於是你10個小時要灌5000 一天24小時要灌1萬4 這種狀況你就算給正常人灌1萬4 正常人都不見得能承受得住 何況是一個critical的病人 所以好像也是蠻有道理 那到底是什麼狀況 還是說我從實習到變成Phello這幾年 感染有改呢 那我就回過頭來翻Dynamic 我就收Acute Pancreatitis 跳到Management Fluid and Electrolite這個地方 就欸沒錯啊 沒有改 這句話就是剛剛那句話嘛 AgreSQL hydration 250到500 而且是我們腸胃科一個大旗攤喔 美國的腸胃科一學會 而且他還寫Strong Recommendation 那也沒改啊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那我們可以看上面這邊 Dynamic很貼心 他有一個警語跳出來 他就說最近有一個Study 叫做Waterfall Trial 他發現說AgreSQL hydration 可能不能改善Pancreatitis的Outcome 而且甚至呢 可能會增加它的Complication Rate 所以有新的證據支持 我們臨床上的想法 那我們就更有信心說 欸這個可能是一個潜在 可以做的題目 那所以我就去找那個邵主任 我就騙他說 欸學長這個有沒有機會推翻Dynamic 還是我們來做做看 學長就說喔好好啊 那我們來做做看 所以我們定的題目就是 即興一障眼 在給予積極的給水策略 跟保守給水策略之後呢 它的Outcome會不會有所不同 那我們要怎麼用這個題目 來發揮主乳法則的策略呢 我們討論完之後決定說 就是要把一障眼分成 輕中度跟重度的 那輕中度我們要看的是 它能不能你給多一點水 能不能改善它的臨床的症狀 或者是說你反而會增加它的 complication 那重度的呢 我們要看的是它的 Motality 那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因為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胰臟炎的話呢 會發現說其實 胰臟炎輕中度跟重度呢 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是 兩種不同的疾病 輕中度呢 其實你不做任何事情 它也會自己改善 大概過一個禮拜 它就會自己跟你說 喔我多少餓可以吃東西嗎 但是重度的病人啊 它一旦是進展到重度的話 它的死亡率就是30% 所以不能夠混為一談 那你說啊 所以這樣就算是符合逐步法則 有這麼簡單嗎 對 事實上就是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 那我們深度挖掘了這個領域之後呢 我們發現說 在我們做這篇文章之前 的確沒有人 把這兩個嚴重度分開來看 那如果你不分開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原本可能這個給水的策略 可能會影響到 那個嚴重的Pancreatitis的Mortality 因為你加了Mild to Moderate 進來之後呢 它就稀釋了那個顯著效應的效應 那最後呢 就會導致一個non-significant change 最後就做出沒有意義的結果 所以正確的分類 就是主乳法則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好 但是呢 當然這個分組是要在臨床上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分組 或是有意義的限制 那 除了說嚴重度可以分類之外呢 我們也有一些其他的面向也可以拿來分類 比如說 種族 像我們當初就有在考慮說 會不會亞洲人比較容易被灌爆 不然為什麼歐美人他們這麼久 乾淨都不敢 或者說年紀啊 年紀大會不會比較容易被灌爆 還是說特殊的Eachate 喝酒的人會不會比較經不起這樣子的灌水 或者是說他有什麼Chronic Decease 病人有CKD 他Falue 更不能夠灌水的狀況下 還要用同樣的策略嗎 這些東西都可以拿來當作你施展主乳法則的方法 透過這樣的方式把你跟別人隔開 那你就變成一個這個特殊領域的專家 好 那你說 可是我現在就沒有靈感啊 乾淨也不是天天在寫的很矛盾啊 我都照剛才說是啊 那Dynamic其實在首頁的地方也很貼心的提供大家一個 大家點到首頁之後看這個Recent Alert 點開之後可以選Category 像我的話是腸胃科 我就點腸胃科 那他就會把近期所有最新的乾淨的Summary 或是最新的Evidence 列出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那像這一篇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出自於Drama 他寫的題目是說 他加了Prenic 這邊 先看後面 他要研究的對象是Alcoholic Related Liver Disease 那他怎麼研究呢 他用Prenicolone再加上Augmentin兩種藥物去做治療 然後呢他的結論是說沒有辦法改善60天的Survival Rate 在什麼族群呢 在小於75歲 而且是住院的病人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刊登在這麼好的期刊 其實他也是把主乳法則這件事情用得很極致 他光就是這個人的選擇就要求很高了 就他是要一個嚴重的 酒精導致的肝疾病 而且呢他要住院還不能太老 而且他看的Survival 還不是什麼一個禮拜一個月一年 他就去看60天 藥物還用兩種 透過這樣的方式你就跟別人去一個看 就可以上這麼好的期刊 好那選定主題之後再來就是要熟悉主題了 那其實第一步跟第二步應該是相輔相成 同時在執行的 邊了解主題呢 邊就是慢慢修正說我的題目應該要怎麼定 我後續應該要怎麼做研究 所以理論上對這個疾病的所有面向 我們都應該要有最基本的了解 那怎麼了解呢 當然也是透過Dynamic Dynamic其實已經有提供很多的 紫topic 然後每個topic 他都有大概條列了三到五項 最重要的給大家參考 所以其實從頭唸到尾其實不會花很多時間 如果你對特殊的某個topic有興趣的話呢 他每一個敘述的下面都有 他馬上列上他的reference 直接點開 他就會跳進去pop and make 然後可以繼續做這句話的延伸的研究 那如果有人是跟我一樣比較喜歡聽故事 覺得說聽故事可以記得比較老的話呢 我提供大家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就是像這個acute pancreatitis的主題 大家把它拉到最下面reference的欄位 他就會列了很多個reference給大家看 那基本上呢 能被dynamic列在這裡面呢 都是這個疾病的一些 改變這個疾病的一些里程碑的期刊 甚至有這種像N1JN這種很囂張 名字就直接叫acute pancreatitis 這種通常都是這個領域的大師 他們被邀請來 把這個疾病的前身經事呢 講得一清二楚給你聽 所以這個呢 基本上你把這篇文章看完 你就有非常高的水平 然後可以就是做很深入的研究都沒有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這些都是大期刊嘛 像這個gut 這個gettronology 都是常惠科前三名的期刊 他們都會請厲害的會師 然後把他們的論文的總結 或是他們的一些致病機轉 畫成很漂亮很精美的圖 所以大家點開來看 你其實也不一定要看 把所有的內容看完 但是你可以直接滑到圖片的地方 把這些圖片截圖下來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很精美的醫學簡報 而且呢 你還有兼具到就是 它的evidence也很強 那像是實習醫師啊 或是PGI醫師 這種每個月可能都要輪訓到不同科 然後每個科 你可能即便都沒有辦法很 很深入研究 就又要跳到某個科 但是你又被要求要爆起看的話呢 這種方式非常適合大家 好 那我們再跳回來 第三步就是要做資料的整合 所以大家要事先去 PubMed Mbase 跟 Cochrane 這些實證醫學資料庫 先把盡量最大化的 把你能收集到的文獻都收集出來 像這個領域 我最後收集到的總共就是九篇文章 那接著我們就要開始做資料整合 把每一篇文章當然全部都要看過 那在編 編閱讀的時候呢 就要編整理出它裡面有哪一些parameter 哪一些結果是值得拿來當做後續寫作的素材 那這一步我覺得是在題目發想之後最重要的第二步 因為這一步呢 如果你素材累積的夠多 你後續你才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去 來當做你的 比如說Secondary Outcome 想要看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把它分成Subgroup 次族群分析 或是Sensitivity Analysis 敏感度分析 那一個想要投到比較好期看的文章呢 都會建議盡量能夠做一些次族群分析 或是敏感度的分析 然後最後有一個前後呼應 才會讓你的證據等級更強 那以我這篇為例的話呢 大家如果對極性瘍障眼有一點了解的話呢 實際上最近幾年極性瘍障眼已經不單單是 就是說要Aggressive Hydration 已經有些人提出 應該是要用Go Direct Therapy 這種方式來去決定你要用多少水分 我們跳回這個 像第一個期刊呢 它給的建議就是說 你應該是邊Run 一開始先Run 但是後面呢 你應該要Monitor它的Urene output 或是測它的平均的動脈壓 來去決定說 你後續到底要怎麼樣 你的下一個Checkpoint 應該要怎麼樣繼續給水 那這個就很適合 拿來當作我們Sensitivity Analysis的一個材料 我們就把這九篇文章呢 有一些像是這種它就是很自視化的 我就是給了你一個Bolus的一個量的水分 跟這一種Go Direct的水分 我再把它額外再把它拉出來 我再重新再全部再跑一次次族群分析 所說敏感度分析 那最後我們這邊做出來的結果是 無論你用Go Direct Therapy 或是單純的Aggressive Hydration 你只要水給的太多 我最後的結果就是會增加Motality 那所以這樣就達到一個前後呼應的效果 就會讓期刊更容易願意接受你這篇文章 那另外在做整合的時候呢 你也會發現說有些東西 其實可能不是你一開始就了解 像我那時候編整理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所以為什麼要很多篇期刊都是Change in BUN Change in HCT 他們都有列出來 那什麼意思呢 我就回過頭來翻Dynamate 那我們也不用一個一個查 我們直接在Dynamate搜尋的欄目的地方 直接打BUN 它就會直接跳到Complication and Prognosis 那就直接跟你說 喔這邊BUN大於20 或是Rising in BUN的話呢 它其實是一個Prognostic Factor 它可以拿來預測就是 病人會不會進入 MORE SEVERE COURSE的狀態 喔原來是這樣 那我就把它 我就把它列為我的Secondary Outcome 就更豐富了我的整個文章的架構 好 那第四步反而論文寫作是最簡單的 因為其實論文寫作它就像我們高中考大學的作文一樣 它是有一個起程轉合可以參考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不會寫的話 可以跟科內的學長節討教 其實反而有點像八股文我覺得 那這邊要給大家參考的是像這一段 我們的Introduction 短短的50個字 就列了10個reference 這是我們團隊另外一個成員寫的 那並不是說列越多reference越好 因為其實有些期刊它的投稿也有列reference的限制 那只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每一句話都是言之有誤 而且是有reference的話 別人會更容易接受 你這個是一個客觀的觀點 而不是你自己想像出來的論點 那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這10篇reference 其實大概有六七篇 都是我們剛剛那個Dynamite 下面那個reference抄來 因為我們邊看的時候 就邊覺得 這個可能可以當作我未來寫作的素材 就把它收入進我們的Endnote 那在邊寫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邊加上去 最後就可以形成一個很完整的論文 最後如果有幸能夠被期刊接受的話 通常我們還是要回復一些reviewer的一些問題 像我那時候就被問說 你用Apache 2來當作 就是比較它clinical outcome 可能有沒有clinical improvement的一個因子 但是好像沒有人這樣用 因為理論上 Apache 2 score是拿來當作就是 你在可能是病人要進ICU 重症的時候 你平一次拿來當作它的prognostic factor 它不是拿來當作就是連續性比較的 前後的變相 然後他就說 你應該要用so fast score或是must score 因為這些reviewer 通常他們也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所以他們一定都 甚至都比你更了解 但是我也知道 但是就是因為這些論文 他就沒有提供so fast score或是must score 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是用Apache 2 score 那我們就必須要回復reviewer說 但我們這樣用是我們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就一樣回過頭來 我們看dynamic 一樣你在搜尋哪個地方 直接打Apache 2就可以了 他就一樣幫你跳到complication and prognosis 他就這邊又說prognosis scoring system Apache 2 score 可以拿來當作每天clinical practice 他可以拿來預測severe severity,death,organ failure 那就ok嘛 有人這樣子提供一個reference 那我們就很恭敬的雙手奉上我們的reference 請reviewer參考 那最後就成功的投稿了這篇論文 所以透過這個五個步驟的方式 再加上dynamic以及主乳法則策略 我們成功的寫出了一篇還不錯的論文 那但是這次的演講呢 並沒有提到說還有一些方法學 瓜瓜說大家要怎麼 要學習使用systematic review的方法 要如何評讀一篇文章 以及要如何使用布林邏輯 來去收到最多的文章 但其實這個都很簡單 相信每個醫院其實都有開一些 相關的實證醫學課程 大家其實上了半天的課 就全部都補回來就ok了 那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要找好好隊友 互相扶持 常常要有進度的推進 以及多和厲害的相處 像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主任到底是怎麼樣 一個月寫出1.5篇文章 我都還默默在觀察他 那你跟厲害的相處 其實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那我們這篇文章最後 其實回想也不錯 總共目前為止 已經有2萬多個閱讀數了 那大部分都集中在歐美國家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只要專注在自己的領域 其實很多題目就是都在身邊而已 浮食皆是 那如果大家對這次的分享 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寫email給我 那另外打一個小廣告就是 我跟我女朋友有在YouTube上 有分享一些教學的文章 如果大家對抗生素 電腦斷層的判讀 或是動脈血氧的判讀 或是一些procedure 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搜尋Dr.Enen的修委 謝謝大家 那我把時間歸還給主任 好 非常謝謝修委很精彩的演講 然後都有講到一些重點 然後跟實務上 其實一些好的實證資料庫 雖然我們今天是Dynamic廠 但是大家可能都會有自己熟悉的資料庫 那今天呢 就是可以看到說 有一些這個資料庫 真的可以幫助我們 不管是做報告還是做研究 都可以提升我們的效率 那我個人真的是蠻同意修委講的 就是說可能在於我們對於這個題目的認識 然後一些背光的review 然後甚至是這個 這個後面的回復review 其實它都可以幫助我們去對 這一些東西有更多的認識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寫paper的時候 如果你引用的一些reference 都是一些大journal的話 那個review跟editor也會覺得說 這個題目真的是重要 因為你的reference 基本上都是jama landsets 那就表示這個題目 應該也是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這也是剛剛修委有提到說 Dynamic裡面的資料 基本上它都不會拿一些小期刊 都是大師寫的文章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對所以非常謝謝就是修委 就是不嘗試的跟我們分享 那不曉得線上有沒有實證的前輩 或者是同好有問題想要提出來 那大家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一定是覺得這個講得太太好了 然後沒有什麼太多太多的問題想請教 不過如果你現在一時半刻想不出來 或者是說你之後可能有遇到問題的話 就是修委有就把他的私人email 留在這邊 那大家可以跟他聯繫 那對那最後呢 就是也要提醒大家要記得去填那個簽退的問卷 有一個簽退跟滿意度 那我們再把時間就是還給整個主辦單位 謝謝主任還有醫師的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研討會也快要接近尾聲 那我會把這個簽退單放在聊天室裡頭 那就麻煩各位再去填寫 那順便也打個小廣告 就是還有第三場第四場的一個分享 那下一場其實是在8月23號 有我們嘉義基督教醫院的黃品瑞醫師 他分享的主題是當Dynamic遇上實證醫學 搜尋資訊與文獻的大利器 那歡迎大家再次的踴躍報名 那如果您有在使用Dynamic上面遇到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訂閱的話 也歡迎您透過Facebook或Line跟我們聯繫 這樣子 那今天還是再次感謝兩位醫師 少時節主任還有李修偉醫師的大力參與 那非常謝謝他們精彩的分享 我們的研討會就到今天結束 謝謝 謝謝